這麼火大就是因為反媒體壟斷修法 昨天在國民黨急踩煞車之下 修法破局 清正月前院長謝長廷今天批評 國民黨對反媒體壟斷沒有中心思想 所以才會變來變去 國民黨發言人英偉則呼籲民進黨 共同支持反媒體壟斷的專法制定 廣電三法修正草案 一夕之間大翻盤 民進黨很火大 指批國民黨是詐騙集團前後不一 清正月前院長謝長廷更認為 國民黨根本對反媒體壟斷沒有中心思想 民進黨上下一致 對於國民黨在反媒體壟斷 態度矛盾感到相當氣憤 不過國民黨卻認為 是民進黨所提出的廣電三法修正草案 版本有瑕疵 不僅開放黨政軍經營媒體 編輯師公約 對新進業者和既有業者規範不一致等漏洞 必須制定專法 把媒體壟斷修法破局拖延到下個會期再進行審查 藍綠各有意見恐怕短期之內難達成共識 優點TV 藍陽森林韻 台北報導